提到时尚模特儿 第一个闪过你脑海中的样子是什么 是皮肤白皙的妙龄女子 还是身材纤细的骨干女孩 这样的现象在过去十余年间 有了显著的变化 随着女性主义持续在各领域中 推广与发酵 众人对于审美的观念开始有所改变 时尚圈逐渐朝着多样性文化的方向迈进 模特儿只是一种职业选择 而怎么样的生活是每个人的选择 就模特儿教主所知的模特儿工作 需要坚强的毅力与耐力 高超的忍受力、适应力、敏捷的领悟力 也要很独立自主 现在模特儿就是要够与众不同 带有强烈的个人特色 让人印象深刻 才能成为顶尖超模 进行锁定周日晚间6点30分 国语一台以及7点在无限三台的天下综横坛 续访模特儿教主美的多样诠释 模特儿该是什么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